我们今天在世间 世间哪一样东西最可贵呢 光阴可贵 迷的人把时光浪费掉了 那叫真可惜 觉悟的人一分一秒都不坑固 他要用功办到 用什么功呢 看破放下 这叫真功夫啊 这个功夫用的你看不出来啊 你所看得出来什么 人家念佛 拿着念佛 阿弥陀佛 这个用功你看出来了 读经你看出来了 在拜佛你看出来了 你看到这有形的啊 那未必是真的啊 真功夫是一切明了心无挂爱啊 那是真功夫 摄心如幻 摄心是旺心 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 佛法里面也设三心 这个三心呢 跟金刚经事三心的意思不一样 金刚经事讲过去 现在未来 讲这个三心 佛法里面一般讲三心呢 是讲心意识 那么说心就是讲的阿赖也识 意就是讲的摩纳识 识就是讲的第六识 所以六识七识八识 我们称它做三心 叫心意识 这个是 这个所有一切现象变化的根源 它是能变 一切现象是所变 这个心意识是能变 它是幻的 它不是真心的 世界如泡 这是前面说过了 此生如瘾 所以梦是总比喻 梦是总欲 梦花泡饮 身心世界虚幻非识 一切有为法相可知 有为法相 不但包括了世间一切法 除世间的法也包括在其中 我们这个世出世 界限是在六道 六道里面是世间法 超越六道 这四圣法界叫出世间法 和起来 这个世出世间法了 就是世法界 世法界都不出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一切有为法 包括了世出世间一切法 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原生之法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如路如电 这两个字是比喻它存在的时间短暂 极其短暂 所谓生命在呼吸间 这是我们要警觉的 人命无常 要有这个认知 这才是个觉悟的人 当家境用功 如旧透染 了解四十真相 才知道 光阴之可贵 我们今天在世间 世间哪一样东西最可贵呢 光阴可贵 迷的人 把时光浪贵掉了 那叫真可惜 觉悟的人 一分一秒都不空过 他要用功办到 用什么功呢 看破放下 这叫真功夫啊 什么叫看破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像这个经上所讲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看在眼里 这是看破 一点都不迷 晓得 所有一切境界 无非是 夜阴国报循环的 刹那生命相续而已 念念如是观啊 知道所有现象 是刹那生命根本不存在啊 这叫看破了 什么叫放下了 在境界里面呢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放下了 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 这叫真看破 真放下了 彻底看破 彻底放下了 用这种功夫啊 这个功夫用的 你看不出来啊 你所看得出来什么 人家念佛 拿着念佛 阿弥陀佛 这个用功啊 你看出来了 在读经 你看出来了 在拜佛 你看出来了 你看到这有形的啊 那未必是真的啊 真功夫是 一切明了心无挂爱啊 那是真功夫 这个功夫要念念五戒 如果一念 功夫失掉了 你一念就迷了 迷的像什么 又分别又执着 又搞这个牵挂了 这就迷了 所以这个光阴宝贵 宝贵在这个地方 决定不容许 一念迷惑颠倒 决定不容许 一念又搞分别之主 所以这里讲 加尽用功 如酒投燃 是这个意思 官此六欲 这首记 记字里面 讲的这六个字 虽是官 驻发空相 深行世界 了不可得了 有即非有 经文表面上啊 是在这一面 这一面是从四项上说 理四般 性相也如 从这一面呢 就能看透到 另外一面 即使官 如辱之心 所以从相上 你就见性了 以性相奔来 融通 融是圆融的 通是无碍的 真是清梁大师 在《华严经》上 所讲的 理四无碍 四四无碍 故观原生 即可其辱 如辱不动 前面的两句 不取余相 如辱不动 如辱不动 是讲的自信 心体 心得 不取余相 是讲的功夫 修得了 性修 不二 性修 一如 那么你在 诸法空相里面 当然就 其辱 如辱不动 刚才讲了 你在一切法里头 不分别 不执着 不弃心 不懂念 就入入不动 就回归到自信 这是古德常讲的 消归自信 消归自信是讲的 法法都消归自信 佛在这个境上 为我们显示的 释迦牟尼佛也开端 如设位大臣 其食 做衣吃薄 穿衣 消归自信 吃饭 消归自信 走路 消归自信 样样都消归自信 自信是 如辱不动 所谓如辱不动 就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样消归自信 由此可知 消归自信 就是在 四上 见到 离了 离四不二 就消归自信 在相上 见到信了 信相 不二 就消归自信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好